好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把特征工程里面的特征中抽取给讲完了 特征抽取里面包含了字典的这种文本的 你要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事情 你要知道目的干什么事情 然后呢在你最具体的案例的时候 你做一个例子对吧 你做一个技术学例子 你应该知道这个数据该怎么处理 特征抽取就可以用到了 好那么这个特征抽取 其实应该有一个包含什么图片 你的图片输出数据 你不是说我把这个图片输入到这个算法里面 它就能识别 你的图片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内容 这个重点方向 那我们摆在呢第四天去讲 那第四天讲这个一些深度学习算法的时候呢 我们再去说 好那么这里我们讲这个 接下来呢我们特征抽取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讲一些特征的预处理 那么这个预处理呢 其实主要是什么 对数据进行处理 如果你不符合标准啊 对这些数据 对数据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你是为你得出来这个结果 是不是应该也是一些数据了吧 具体的数据了 有些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才列举了 对吧 你的体重啊 身高长度 就是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该怎么去处理 该怎么处理吧 好 那这些对数据处理呢 里面有很多内容 其中呢 其实我们把这个什么 确实值啊 也把它摆到这里来说一下啊 其实也可以算是特征工程里面的一部分啊 能理解吧 你可以把它摆到前面 一般这个确实值肯定是最先做的吧 对吧 确实值肯定是最先做 然后再做一些处理啊 这里我们会提到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特征预处理 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对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现象 第二部分特征预处理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两组数据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的是某个特征 四个特征 三个样板 注意了 我们以后就理解 就把这个东西理解成 不理解成含和列了 就理解成几个样板 几个特征 然后它的数据是这些 好 经过看一下第一组数据 经过一个箭头到第右边这个部分 看一下我们这个箭头是一个数据的特征 预处理一个转换 看一下这个数据转换成什么 什么特量 是不是变小了吧 然后这些数据都非常非常小 都在这个0 还有在1这些值 还有这0.83 那这个就是我们处理的一种方式 至于为什么要进行处理 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原因 第二个 第二组数据 看到同样也是四个特征 然后三个样本 这也是你收集出来的一些数据 对吧 那经过我们的特征预处理之后 变成这样的一个数据 特征数量是不是减少了 然后你们数据是不是也改了吧 那么这里两种处理方式呢 其实就对应着我们后面要讲的 两种方式 不是两种方法 它有很多方法 两种方式的处理 那首先我们呢 就先看第一组 第一组 他把这些数据呢 哎 特征没有改 就把数据的一些大小进去修改 对吧 数据的大小进去修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特征预处理呢 我们有特征预处理的方法 有特征预处理的方法 特征预处理方法 以及我们特征预处理 在CICLEN当中用哪些API呢 这我们会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特征预处理是什么呢 通过特定的统计方法 注意了 这一招统计方法 其实也是一招数据方法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这些有哪些方法 将数据转换成算法要求的数据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有个点叫 要求的数据 那什么算法要求你这样去做 或者哪些算法要求你这样去做 我们会说 然后我们会有些东西 因为有些算法 我们没有去讲 对吧 没有去讲这些算法 所以你还不知道 这些算法它原理是什么的 所以你先记住 有些算法是要进行这样出来 到后面 讲到这些算法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 原来是需要进行这样处理 才会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你先这样去放着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通过特定的方法 对吧 转换将数据转换成算法要求 其实就一个数据的一个值转换吧 注意了 这里面不是对于文本 不是对于这些类别 这些字符创进种 是对于什么 数值性的数据 能理解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数值性的数据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这当然是有一种大的方法 叫标准缩放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 是不是缩的很少了 那么标准缩放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皈依化 一种叫标准化 那么这是重点 重点我们的数据 数值型的类数据呢 该怎么进行这种 然后对于类别型的 我们说了用码王的编码吧 这也算是一处理啊 然后时间类型 我们前面讲Pandas 是不是也会讲到这个Pandas 这一些时间类型的处理吧 对吧 这个我们就重点呢 把这个摆到这里 摆到数值性类型 包括缺失值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重点是归一化标准化 其他这些我们是都讲过的 用P1都可以去处理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归一化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特征预处理的APS在哪里呢 叫preprocessing pre呢就是预备的意思 预备的意思 processing就是处理的意思 就是预备处理 对吧 预处理 所有的预处理方法都在这里面 注意了 所有预处理方法都在这里面 你要记住这个模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一个 就是标准算法的第一个 标准算法 说法的第一个 规一化 首先规一化 我们先讲一下它的特点 以及它的效果 现象然后再讲为什么需要这个规划 对吧 我们先来讲一下规划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看到的也就是一个规划 通过对原始数据进行变换 将数据映射到默认0到1之间 注意了默认0到1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数据是不是在0到1之间 是不是在0到1之间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它怎么做 怎么做才把这些数据给这个缩半导0到1之间 好 那么现在开始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公式 对吧 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公式了 那这个公式当然是比后面的要简单 对吧 那我们这里先简单 看一下公式的每一部分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结合后面的案例 然后去计算一遍 那第一个公式我们看一下 有x1匹 x2匹这个东西 那你最终结果是什么呢 是这个东西 x2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公式啊 或者规模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作用于每一列 注意了 是每一列 是不是我们每一列特征吧 每一列特征 里面是不是有 如果是数据的数据 是不是有最大值 有没有最大值 有吧 然后最小值有没有 这一列肯定有吧 你可以统计出来了 然后x2匹是你最终的要得出结果 注意了 你最终得出结果是 mxi和mx和mi 这两个是你指定区间默认的范围 也就是说 他默认指定0到1 mi是0 mx的1吧 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公式去计算 最终的结果都是0到1之间 那如果你不想在0到1之间 你是不是指定mxi mxmi指定为一个数据 数据的一个范围就行了 2到3 3到4 是不是都可以呀 默认一般我们都用0到1 好 那这是他的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是怎么进行转换的 假设说我们还是拿到刚才的一个数据 我们对着公式来去计算一遍 来看到我们还是与刚才的那个数据啊 四列特征三行 一样吧 注意了啊 不要睡觉啊 在这时候 跟着我思路 那第一个地方x一撇 对吧 首先记录第一个x一撇 等于等于好x就是你本身这个值是什么 90减去最小值你这一列最小值多 60除以最大值 90减 结果端 一吧 这个会算啊 这小值数也应该会算啊 好 那么这里面的x一撇出来啊 但不是最终结果 不是这个一对吧 他要根据你什么指定范围来计算的吧 好 对于这样第一个样本的第一个特征数据 我们来算一下 是不是x一撇刚才的结果对吧 一吧 除以我们默认指定是一到零 零到一的 所以mx的一吧 这也是零 所以一减零加零 是不是一减零 对吧 还是一对吧 一减零 还有加零 是最终结果的对吧 还是一 所以我们这个最终结果 特征一里面的第一个样本 他结果多少 一 是不是这个应该填一吧 好 那么等一下我们再看结果啊 记住第一个是一 好 第二个我们再只带大家算两个啊 不算多了 再来一个 我们算第二个样本的第一个特征 注意了是第二个样本的第一个特征 多少 60减多少 最少值多少 60 能跟上吧 这个是吧 90减60 90减60 这个结果多少 0除以吧 0除以后说得0对吧 0好 然后 X两匹 我们来看一下 X两匹等于 0 0成了 那还是多为0吧 是不是都为0 加上0 那所以 第二个样本的第一个特征的这个值应该是什么 0 那所以我们求出来这是1 这是0 对吧 剩下的 你自己可以去求一下 对吧 自己去算一下 那这里我们先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算的跟我们这个计算的结果啊 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计算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这是1.0吧 这是0吧 0.0吧 哎 那如果你不相信后面你可以自己算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归一化它的一个计算公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公式把数据缩小到0到1之间 好 那我们上午呢就先讲到这了 下午再继续讲吧 好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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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